这个意念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即会超越三维空间和第六维空间,而在这种能量的爆发下,即可以通灵了。 因为这种通灵的意识已经超越了繁星的状态和自信的本身以及心灵空间的凸属,达到了一种自我和无我的状态,使心灵的意识和自身的意念走入了另一个境界和一种特殊的感知力, 以及灵性的磁场和先否神道的磁场,万物之灵的磁场,再去和你的心念相合,得知和感知,或者是看到各种灵异的发生和先否神道的发现,万物之灵的发生, 他们的长相和形象即会出现在你的眼里和心灵的感知中,这即是你的心盘磁场,超越了心灵意识的潜能, 达到了超凡殊土的感觉,而给你的感知和意识的领悟,去接通各种灵异的磁场, 和看到他们的形象,即叫做意识通灵,而为感应通灵,即是人的心灵感应和你自身的感应力, 也即是人们所说的第六感觉,当你有了心缘和佛缘的时候, 通过外界的磁场和能量的爆发,而提升你自身的心灵境界, 和内心的能量所出现的一种潜能的爆发, 在你的第六感觉中,也即是人心灵中的预感,提升到心灵的感应力, 而产生的能量和爆发的功力,达到了感应力的超越, 和感应能量的增强,在这个期间的时刻, 你的心弹磁场,就像一个最高级的磁石, 吸引着一切周围的事物,像扫描一样的去探索周围的一切, 和所发生的一切,同时也包括阳性磁场的人类和万物众生, 阴性磁场的五行众生,以及世间的万物之灵, 和各种灵异的磁场,都能够随时地接到他们的磁场和兴趣, 去了解他们的形象,和所发出的信号, 这即是感应的通灵和超越的内心世界, 给你的反射和告知,即叫做感应通灵, 而为灵力通灵,灵力通灵,灵气,当灵气超越一定能量的时刻, 即会产生一种灵力的感觉,即是能量的提升和心中的灵感, 以及超越性的灵性爆发力, 给予自己心灵的空间和心中的能量, 而去增添了数倍的灵力感,和超越自然的反射现象, 使你的内心世界灵气上升,和灵力增强, 去感知和得知一切阴性的磁场, 以阳性的磁场,以及各种灵异和世间的万物之灵, 去看到他们的法身了,了解他们的情况, 他们的磁场和兴趣沟通, 再去让您的心灵和知, 不形的周旋,和不形的兴趣, 在您心里里产生的各种灵光和灵力的信号, 与灵力的磁场,以及灵力的法身, 和灵力的一切反射,在你灵力的感叹下, 去得知他们的一切,这即是灵力通灵, 何谓灵感通灵,即是人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通过先佛神道和万物之灵给予的灵气, 所产生的感觉和真实的得知, 即是心中的灵感,在每个人的心中, 当你产生灵感极强的时候, 即会产生一种能量的爆发力, 和超越阴阳能量的极限, 即会和宇宙世界万物之间的磁场共同, 在与兴趣的来往和各种交流, 譬如他们给你的感知力和所有的预测能量, 都是一种心中灵感的爆发, 和心中潜能的爆发, 像这种潜能的爆发, 都是心理能量的爆发, 更是灵感的爆发, 像这种灵感的感觉, 和他们内在的感知力, 当超越到和你阴阳能量相合的时候, 即会达到通灵的地步, 或者是看到灵异的法身, 以及得知灵异的磁场, 去了解他们修行的时间和地点功力, 和法力有多少年道行,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功能, 这应是灵感的通灵, 和感知的一切, 得知的一切, 即叫做灵感的通灵, 何谓感知通灵, 即是在灵感的基础之上, 通过大脑的思维空间去通灵, 与各种阴性磁场和阴性的物质, 无形的众生, 包括阳性的有形众生, 和世间的万物众生, 去和他们对话, 以及磁场和兴许的沟通, 去看到他们的法身和真身, 各种磁场和兴许的交流, 来得知一切的结果, 和互相彼此的了解, 和感知的沟通, 与各种灵性的物质, 和灵力的物质, 先灵的物质, 去交流和了解, 看到和知道, 来探索整个有形众生, 和无形众生的来龙去满, 以及他们的真身, 和法身真相和假象, 以各种转化的原灵之道, 和分灵之术, 去辨别真假, 沟通和理解, 来达到共振的交流, 彼此的来往和沟通, 这只是感知的通灵, 和一切灵域的磁场和兴许, 去交流感知的磁场之内, 即叫做感知通灵, 形意的通灵, 是指人, 人的外在和肉体, 包括人体的经络和穴道, 当人体的经络和穴道打开的时候, 人的形意就能够达到阴阳的交流, 和形意相和, 所产生的各种能量和爆发力, 而像这种爆发力的能量, 却行使于人的神经和思维之间, 去传通和打开, 使人的形意相和, 形意相和, 来产生的各种感应, 和灵力的感知, 去通灵与世间的微中子, 阴性物质和阳性物质, 或者是看到他们的真身和形象, 磁场和信息之间的交流, 与沟通的信号, 来和他们彼此的交流, 与来往而达到的阴阳相和, 和万物磁场的相和, 来沟通世间的万物之灵, 和你有缘的先佛神道, 去了解他们的真相, 和你所沟通的磁场与信息为何, 也包含他们向你告知所有的一切, 和你想要知道的一切, 来达到您的了解和探索研究, 和问候去揭开整个灵性的磁场, 信息和灵性物质的一切真相, 这即是行义的通灵, 何谓原神的通灵, 原神是一种身体的总能量, 也是人的精气神, 属于人的魂魄和人的生命, 当原神的能量, 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 即是一个死窍, 而当每个有先佛缘的人, 或是练功的人, 直接会动人的原神之气, 而告知原神之气, 尤其外界磁场和先佛的磁场, 当串通你经络和磁道的时候, 原神就会感知的感知, 和爆发吹动原神之气, 上升和打开, 即会产生精华之气, 和能量的爆发, 去给予原神的激情和动力, 打通你的经络与磁道, 再通过小周天的180度, 和大周天的360度, 来打通你的奇经斑脉, 所产生的能量, 爆发使原神出现了一种, 自信本真的灵力, 和原来的原神之能量, 这只是因果汇根的能量, 才能提升原神的能量, 和精华之气, 而爆发于原神的能量之下, 来产生的功能和心理的感叹, 以及心中的灵感、灵气、 灵力和灵性, 感知和能量, 悟道和开悟, 所有一切的感知和感应力, 而达到的因通和神通的地步, 去开发原神的潜能, 和所有的爆发力, 而得知世间的粒子波, 运性和阳性, 与各种物质和物体, 它们的真身和法身原神, 和分身所有一切能量的感知力, 与各种磁场的交流, 而沟通而得知而看到的灵, 即叫做原神通灵, 和为魂出窍通灵, 即是人们所说的黑功, 过去人们叫做活起窖, 他们是通过睡觉的方式, 原神出窍, 也就是魂出窍去找阴阳之事, 尤其是专查阴师的事, 与阴师一切的业力和功德, 或者是找患者和病人的寿命, 能够活多长的时间, 或者是不到死的时候, 他们是通过睡觉的方式, 使自己的魂魄出窍去查病, 这是魂出窍通灵, 而这种通灵的方式, 也是一种原始的方式, 而真正的通灵, 是一种法力和功力的通灵, 也即是说, 当一个出道的弟子, 能具备这种功力的喜和, 即可以达到意识通灵, 感应通灵, 灵力通灵, 灵感通灵, 感知通灵, 心意通灵, 原神通灵, 魂出窍通灵, 像这样的功力爆发, 首先, 他们具备的是各种缘分, 也包括佛道先佛和世间的万物之灵源, 来达到自己的心法和能量功能, 去得知三界的信息和信息的沟通, 与世间的佛道先神和万物之灵的沟通, 这就是各种通灵的方式, 与魂出窍的功感和体会, 给你的会心和会心, 天眼和会眼, 增添无限的能量和感知的一切, 就叫做魂出窍通灵, 和各种通灵的感态与真相, 以上真缘通唯一, 笔者即祈愿使法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种色, 一切圆满十二道, 无量光, 无量受真一心, 修行先佛源的人持有灵感大开, 才能和先佛源的实场沟通,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心, 就会产生强烈的第六感觉和人心的灵感, 甚至在此同时也产生了第六感觉, 和你心灵的预知以及预测和感知力, 也就是我们心中产生的敏感和第六感觉中的爆发力, 灵界先与否同修重振普理吗? 他们在偏解中修行自己的灵气, 有邪有正有好有坏, 有的是为了修炼到心在世间行走, 只有修炼天地阴阳之法或者指得功德法, 带有先天灵气的人, 才能看到或者感应到他们的存在, 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有先缘打枪? 随着人类产生的缘分和修行而爆发在人体之中, 与今天的人类众生结缘和续缘, 如果这种兴许和磁场, 用一种能量来表达的话, 它就是一种超义式的能量和信息磁场的光波, 与人体的沟通, 来给予人体的解通, 与先缘的接纳, 人会遭孤魂野鬼的原因, 及送走的方法, 这方法造成严重轮回可怕, 另一修行感悟中, 能遭来孤魂野鬼的原因, 就是在自私无知无明, 好奇人的体态或精神薄弱, 或者是着急上火, 心灵脆弱的时候, 容易遭孤魂野鬼, 盘古开天辟地, 唯一制成专念, 相信完全交托, 南无阿弥陀佛, 灵性的爆发, 可以开花意识的潜能, 实察, 信许的灵感, 从古至今, 人们的意识潜能, 带着一种高层的灵性感, 被人的心态和生活中的一切封闭, 一直到如今, 每个人的心灵空间和意识潜能, 都在死亡的状态和封闭的感知中, 但只剩下一点, 人下意识的一点, 第六感觉还存在于人的内心事件和心灵的意识潜能, 终去使你对某种事产生一种预感, 和先知的感觉, 先家持场信许的沟通, 在仙道的修行中, 很多人在年以往找不到真正的归宿和修行的方式, 而且都没有找到真正的源泉和仙道的修行之力, 每个人都在茫然的信仰和共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 包括奉供和没有奉供都在一种, 魔度之中, 有的会导致身体不好, 心情不好, 财运不好, 事业不顺利等等, 真正的原因是, 三师, 财师, 法师, 无畏师, 要终止转世轮回和往生极乐间间的各种缘分, 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也是你命运中随着轮回转世所带来的一切缘分, 而生命的起因和天地人三界与宇宙自然的万物之灵都是在生命的轮回中, 而生生世世的去阴阳轮转和宇宙自然之中的生命都在互相的阴阴果果, 和前世今生心通或我会舞会十念否, 震动灵心心灵是沟通一切的桥梁, 而当你体内的某种能量的量变或质变达到一级机会自然而然的感应到天地中与自相应的能量同比, 内外向和进入不休自修的天人合一状况, 心尽了兴许与能量的频率会自然在心中引起相应的波动, 修行的真地是悟道, 做人的真地是善心圆满, 每一个人无论是精通天文地理, 还是阴阳五行奔道法门, 还是经法万倦也, 不管有多少佛道先生和万物之灵的缘分, 如果在修行中没能真实的悟道, 即等于是白修或者没有修行, 磁场与能量, 信许已先佛奉原, 这就是一种兴许, 也是人体的一种缘分和磁场的交流, 阴阳交流, 也就是说, 人们所说的各种缘分和您有缘, 灵性空间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磁场, 如果说灵性就是藏物智慧的智慧, 那么灵性空间就是我们天父智慧的栖息地, 人被潜意识控制和遥控灵性开悟, 即意味着释放你的天父智慧, 并瞬间改变我们的能量产生能力, 以缘的表达只是大宇宙的磁场兴许和能量, 在你的心灵的磁场和潜意识中, 其他的作用给人一种灵的感觉, 使你的心灵自信在能量的触动下, 产生一种无形的磁波和能量触动了你的心情的感觉, 神经生意根浮沉根, 人类安安夜市, 至于人的生命和因果会根的缘分, 能和万物先灵接远和沟通的原因, 就在于天地粒子波, 阴阳万物的循环之里, 以及人的生命和因果会根, 与今生命运的缘分转化轮回, 而产生的生命磁场和缘分的磁场, 宇宙的万物生命能量磁场兴许, 在吞吃着万物众生和人类生命因果大门, 缘分大门, 生命大门, 生命磁场的大门, 在末法之年的混沌末年生命磁场中, 已经爆发了四次混沌的浑源灵气和鸿蒙之气, 宇宙是万物能量的磁场, 境界是修行命运的今生, 因而宇宙和自然蕴含着天地粒子波, 阴阳和世间的万物磁道, 因此宇宙也是万物能量的磁场, 因为生命的来源是人与万有云力, 重力, 强项作用力, 弱项作用力, 最高的产因和波力, 阴阳的磁场, 产演变了生命的兴许, 然而才使生命的世界产生了万物能量的磁场和兴许的传递, 即是宇宙的生命和万物能量的磁场, 给予生命的养习和生存, 宇宙九天三界维度, 中间相生相可, 导致地球灾难, 人体疾病变态, 浩瀚的宇宙分出十法界, 九天三界, 万物星系地球的大地, 山川大海, 江河湖泊, 人类及万物的众生等等不同的维度磁场和能量与信息都出现在宇宙的暗物质能量磁场, 兴许的空间里去互相沟通, 和交流, 和相冲相撞, 和相吸相生的混乱之中, 不同的改变与相似, 也会导致各种物质能量兴趣的相克相合, 按物质能量和宇宙能量, 万物红尘娑婆世界的灵性与人之间的缘分, 人心可畏的大千世界, 孕育着万物红尘娑婆世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它内在蕴含着因果汇根的缘分, 磁场能量和生命信息的能源, 使生命的能量和万千世界的磁场, 都与人体有着信息的交流和磁场的沟通, 外溢的灵性磁场对修行和心性的干扰, 无形的灵性磁场众生还有的即是一种万物心性的人性磁场, 以及万物生物的磁场, 它们之间都带着各种能量和兴趣, 在互相的干扰和破坏一种种结构, 你在想你喜欢的人, 他也在想你,会产生心理感应, 相信心理感应是真的, 我在人情中,一人就能感觉得到最爱母你的他, 在不在,任言经大事智原通章, 可以远距离的心灵交流, 只要双方在同一时间想念对方, 那么就可以进行交流, 即能感受到对方的情绪, 用灵性的能量去激发人类大四胞间智慧, 此时的灵性态就会和你的因果汇根, 前世的缘分接通和细缘, 在此同时也能用你的心盘磁场去接通, 视为空间以上的灵性世界和灵异事业的各种感知和磁场的能量, 提升你的心态和三维空间的思维去佛和推动你的感知力, 使你大脑在三维空间的信息中超越四维一直到十六维度空间的信息能源和能量, 如同人类细胞的细胞液, 十六胞气提升到到四维度以上的灵性和五行信息的沟通有限, 有形的物体是三维度空间, 对于人动出道的人来说是四维空间, 2023年之年妖魔鬼怪精灵的能力都在四维度以上, 它们在人体成道也会带来四维度以上的能量和能力, 九天东楚降凡里, 教化大众素饮食, 天除烹饪自然物, 直化蔬果净心灵, 造神会和人平生, 家家脱离苦安平, 朝夕感恩造军心, 心诚正义通天心, 华夏中途显光明, 生生不喜应天体, 师命真经取动经, 回光脑中夜平安, 日日厨房靶经供, 每天圣经心砍通, 光明适时行大众, 万物丰收养众生, 恢复古礼尽造军, 家运国运天运开, 晨昏打扫请整洁, 网灭雪抹飞入侵, 造军劝轻修行星, 空中星空照世明, 万道光阴在人生, 脱离人间在当下, 感恩佛菩萨上天, 神明一切归白见, 持见时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是为什么说, 其实它非常复杂的, 它还是只是抹部分而已, 那这一部分,